对于贪腐行为 党和国家自始至终采取绝不姑息 毫不手软的态度 即使在战争年代依旧如此 早在1932年 我们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叹风暴 中央苏区的反腐第一枪如何打响 细心缜密的审计干部 怎样查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蛀虫 为了扎起反腐的礼板 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哪些法律 同时又怎样发动群众进行民主监督 国防大学副教授刘波将为您讲述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特别节目 永远的旗帜 诚挚贪腐不留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 苏区连正风暴 谈谈红军长征前夕 中央苏区的反腐常年建设 瑞金的沙州坝村 有一座干兰客家风格的大院 屋前有一尊独角兽的石雕 静静的处立在这 这栋古朴简陋的瓦房门前 这针对大门是庄严简朴的审判厅 审判台后 屏风的墙上是悬挂着苏埃的国徽 台上有主审 陪审员 书记员的桌牌 两边的墙壁上分别写了一些宣传人的标语 在左边是贯彻公正联名准确的裁判原则 在右边是实行教育感化改造的政策方针 这就是当年中华苏埃共和国最高法院的所在地 就是在这样并不咸远的淡玩之地 在长征前夕的中央书记 法护的作用可是非常的大 这个不齐尔的小三村 曾经汇就了人民司法的雏形和摇篮 在人民司法史上写下了龙墨重彩的一笔 1930年到1931年 随着红军第一次到第三次的反围角的胜利 在赣南闽西 两块大的根据地就连成一片 又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十多块大的红色根据地 那么成立全国红色政权的时机就成熟了 到了1931年的11月7号 这一天为了祭宴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 中国共产党就特地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书外代表大会 地点就在瑞金的夜平 这会议是简朴而不是隆重 来自各大书区的这些党和红军的代表 总共是614个人 而且越南朝鲜的来宾 也应要出席了会议 这会议就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的国家政权 就在世界的东方横空出世了 为了听出这些伟大的事件 毛泽东欣然提笔 他回号写下了 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 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提词 有了自己的国家 那就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机构和制度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这个思路 来帮助工农和劳苦大众 开始管理自己的生活 伊苏大的代表正是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 这个宪法大纲又确定了中华苏维埃的政权性质 是民族专政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各项法律法规 从1932年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仿造苏联司法机关组织系统模式 和总结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经验的基础上就建立和健全了各级的司法机构 同年的11月20号就成立了包括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在内的九部一局 这何苏恒还因为耿直忠诚和无事无畏的这种品格 又经过毛泽东的推举 担任了工农检查部的部长 1932年的2月16号 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成立临时最高法庭 何苏恒又兼任了临时最高法庭的主席 作为国家司法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为了把可能危害人民民主专政根基的威胁 扼杀在萌芽状态 在苏恒共和国建立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红色的司法系统就高度的关注反腐苍然的建设 尽管当时中央数据和国民党的统治区相比 我们是比较小 但是我们的连接程度却高了很多 中共中央是高瞻远瞩 防危杜见 对腐败成临容忍 正是因为我们对反腐工作高度关注 为了防危杜见 从1932年开始 中央苏区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弹 反腐连政风暴 反腐第一枪也随之打响 一天 何书恒从石城县调查回到了瑞金 他刚踏进工农检查部的大门 就遇到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裁判部裁判员谢正平 谢正平给他汇报了一个情况 他说在叶平村苏维埃的政府主席 谢布森 贪污犯罪的案件十分严重 那么何书恒就派人去调查 他发现了谢布森令人震惊的腐败问题 这原来谢布森是瑞金县的叶平乡 叶平村的苏维埃政府主席 本来过去表现是不错的 他是暴动队的队长 1930年弱党 但是后来掌握了一条权力以后 这思想作风就逐渐变质了 他唯非坐在 贪污公款 居然严重到杀害南昌起义部队调动军医 而且占有了他的经济纸和毯子 到这个地步 他还收买群众的大名 他用大斗进 然后卖给全说大会来的用小斗 还偷盖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章 伪造通行证证件 失智贩运深处到白区去 就这种走势的方式的谋去私利 1932年的2月 谢布森企图强奸同村的一个妇女 他被举报到了瑞金县的苏埃裁判部 这样他的情况就曝光了 瑞金县苏埃裁判部调查的时候 却遇到了主力 为什么呢 因为谢布森的弱党介绍人 谢春山当时在苏区的中央局任职 他认为谢布森没有大错 是某些人报失仇 故意向他发烂 并且立保谢布森 想把他释放掉 当时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 知道这事情以后 非常愤怒 他表示像谢布森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处理 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呢 何书恒听到这个情况以后也十分气愤 他不同意放任 他决定亲自出马 到苏区的中央局去反映谢布森的犯罪事实 同时呢 他安排调查组成员杨世珠 去向中央政府的主席毛泽东汇报情况 毛泽东知道情况以后明确的表态 腐败不清楚 苏维埃的棋子就打不下去 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 与贪污腐败做斗争 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子 谁也阻挡不了 毛泽东的这番指示 就给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 和中央工工检察部 及时处理谢布森 增添了勇气和决心 很快呢 中央的工工检察部 对谢布森就进行突审和搜查 谢布森的犯罪事实 也就被一一的查实了 到1932年的5月5号 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 就举行了公审 判处谢布森死刑 这谢布森还不服 他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 1932年的5月9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最高法庭开庭中审 就驳回了谢布森的上诉 维持原判 那么当天下午 红杜瑞金就想起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 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声枪响 谢布森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历史上 第一个被枪决的贪官 严惩谢布森 在苏区上下了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人们从中就看到了 共产党铲除贪腐败的决心 谢布森的贪腐案件震惊了整个苏区 对他的惩处也展现出了中央 对腐败凌容忍的态度 接下来苏区的司法工作者们 又挖出了哪些蛀虫呢 当表面的贪腐行为被查处之后 我们又该如何一查到底 将掩藏的贪腐干部 清除出革命队伍 国防大学副教授刘波 将继续为您讲述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特别节目 永远的旗帜 惩治贪腐不留情 我们接下来谈一下 苏区的包工挖贪腐杜虫的事情 有哪些 借谢布森第一案之后 苏区的包工们呢 在何书恒董毕武的领导下 他们在不同的政府部门 有陆续挖出了一些大猪虫 唐仁达呢 他是瑞金县苏医埃政府财政部的 会计科的科长 1933年的12月上旬 中央工农检查部来检查瑞金县 苏医埃政府的开支时 发现他在财政部 在9月10月11月的经费收支 决算报告书里 瑞金县苏医埃政府的机关 是浪费非常严重 比如 9月份的文具费 就用了360元 仅仅是白纸一项 就支出了238元 10月份算是减少了一点 也花了100多元 而且在文具费里面 支出也很不合理 10月份用了8元的付些尺 用了52元钱的的银租 这些可以说是按当时是骇人听闻的浪费 因为当时这个物价是相当低的 两个大洋就足够一般的老百姓 花半年的生活费 所以你们想想看瑞金县苏医埃政府 它的浪费有多大 在修理房屋方面 瑞金苏医埃是这样花的钱 9月份修理费花了100多块钱 10月份又花了262块钱 9月份用了126块点油灯的钱 就是说每天平均是4块多钱 10月份也花了100多元的油灯费 大家知道这个油灯费的概念吗 当时苏医埃政府的主席毛泽东用油灯 他也不轻易用两根灯芯的 当时的红军在开支表里面专门有规定 比如说班里面开会只能用一根灯芯 然后全年开会才可以用两根灯芯 那么当时这个瑞金苏医埃 用灯芯就这么浪费 这样的浪费又引起了 中央工农检查部的严重的关注 随机就会从中央审计委员会一起 对瑞金县的苏医埃政府财政部的账目 进行了深入的核查 而且发动群众来开展反贪污反浪负的斗争 后来就经过查实 瑞金财政部的会计科长唐仁达 单单是在吞噬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 群众退回公款 股票等款 变卖公共物件的骨子和隐瞒地主的罚款 就有34项 合计是大洋2000多元 中央人民委员会就根据中央工农检查部和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决定把唐仁达交给最高法庭 神之以法 最高法院审判以后 判处唐仁达死刑 没收他的财产 对符有领导责任的 瑞金苏外政府的主席 杨世忠已警告处分 在司法工作者的努力下 中央苏区的贪腐行为受到了严厉打击 政府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尽管公开的腐败得到了医治 隐藏的蛀虫 却还蠢蠢欲动 为了挖出这些蛀虫 苏外政府的审计工作者们 又展开了细致耐心的工作 1934年2月3号 中央审计委员会正式成立 长期从事党内财务监督工作的 阮孝仙担任主任 阮孝仙的他的特点是 责任性强 精于计算和审计 他被群众誉为铁算盘 他精挑细选和招聘了一批 出身贫苦 德才兼闭的知识青年 给他一起组建了一支 精灵强干的审计队伍 培养了一批大大小小的铁算盘 更重要的是 阮孝仙亲自起草了 审计条例的草案 他制定了审计工作 六不准的纪律 明确了审计的指责和要求 随即就透露了高效的运作 他们首先 从中央机关入手 只用了十多天的时间 就把中央的十一个部位的财政收拾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经过阮孝仙 他们的大大小小的铁算盘的审计 又发现 中央机关普遍存在着机构庸中 仍负于事 还有预算与决算严重偏差 经费开支浪费严重的问题 经过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应 很快就用两成多的冗员被裁掉了 然后将审计的矛头对准了一些关键部门和中央企业进行突击审查 就查出了一批大案 比如余都的贪污乌案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浮出了嘴面 余都贪污乌案的这个罪魁呢 是叫熊仙碧 还有个叫刘士祥 熊仙碧呢 他是余都县苏业政府的主席 刘士祥是现苏业政府的军事部长 从1933年的冬天开始 余都现在各项工作啊 都是因为这两人牵头就变得很落后 这引起了苏业中央政府的关注 1934年的三月间 中央政府就派出了 政府副主席兼中央工作检察委员会主席向英 由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前来余都 进行查核 结果向英党人类的一番调查研究 就查明余都县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有集体腐败的事实 以县的军事部部长刘士祥为首 他们勾集了科员李其芬等三人 共同造假账 用假收据向红军的总供给部呢 贸领动员费400多元 他们还私自分赃 还贪污了打土豪和邮局里缴获的这些烟土款项 他们拿来用试 挪用来做生意 以县苏业主席雄仙壁为代表 还强拿公款50元用于私人做生意 县委组织部长 高薪债居然挪用保险金来做私人生意 市区的前财政部长贪污公款也是来得做生意 类似这样的贪污挪用公款做生意的案件 总共有八件之多 游州县委县苏业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这种集体贪污腐败行为 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苏业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向英 在率领中央工作组在查清上述事实之后 就按照法律的程序 经过法庭的公开审判 对有关人员分辨做出了严肃的查处 判处县苏业政府的军事部部长 刘世祥 还有刘天昊 李其芬 少共县委书记 腾琼 谭州区苏业政府财政部部长等人 五人 私心 欲枪决 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还撤销了熊仙碧的中央执行委员 和余都县苏业政府主席的职务 其他犯有贪污腐败的党政干部 也都纷纷受到了党纪政绩和法律的制裁 刚才我们谈到的在苏区的反腐的这些案件 相对于国统区的那些贪官污吏们 也许数字并不算高 而且我们查处的这些官员和一些腐败分子 其实好多是我们原来对于革命有功的 这些官员和我们自己人 但是我们为什么查处起来毫不手软 毫不留情 那是因为我们要惩恶扬善 我们要竖起一个标杆 要取信于民 而且要连接我们的机构 从源头我们就要开始抓起 不能让老百姓失望 也不能让我们这支队伍腐烂患散掉 可能人们就会问 为什么说我们革命队伍里面 也会出现这样的腐败 不都是革命者吗 但是大家想想看 当时我们那些革命者来自于何方 他们也来自于普通的大众 参加革命的时间 有的长也有的短一点 但是这种社会上带来的一些病菌 有可能一样的会轻视他们的头脑 特别是农民意识 小生产者意识 以及对于一种 有些人本能的一种贪欲 如果说没有很好的理想信念 和没有很好的法律来规范他的 制约他的话 他就可能会像放出牢笼的那些老虎 他就可能会轻视我们他的头脑 也会轻视我们的革命队伍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来治理他们呢 从源头上治理的办法 最好的就是用法律 用制度 用索紧我们的篱笆 这样的话把老虎和苍蝇一起打 这样的话正本清源了 我们这个队伍才能够有战斗力 才有活力 经过司法和审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中央苏区的干部队伍得到了进化 为了堵住腐败的漏洞 消除腐败私生的温床 我们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 和人民监督体系 那么 为了扎起反腐的篱笆 苏外政府制定了怎样的反腐条例 又有哪些人民监督的举措 沿用至今呢 国防大学副教授刘波 将继续为您讲述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特别节目 永远的旗帜 惩治贪腐不留情 我们说苏外政府机关内的贪腐腐败行为 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及时的遏制和惩处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在于苏区建立健全的强有力的各级的司法机构 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 形成了监督网 来加强监督 不给消极腐败现象 以资深的温床 从1931年到1934年 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民主宪法 就是中华苏外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基础上 这苏区先后是制定了130多件规范性的法律条令和法规的文件 它的内容是涉及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933年12月 由中华苏外共和国执行委员会 颁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 向寅张文天联合签发的首例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腐败行为第26号训令规定 一 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要处于死刑 第二 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 处于两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 第三 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 处于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 第四 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 处于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想想看贪污500元以上就处于急刑 最好的泥坝是来自于普通工工的监督 所以中央输区司法机关就发动了 工工群众编制了一张绵密的反腐监督网 这监督网包括了几个方面 第一 设立了控告局 专门负责对政府 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个大的行动就是组织突击队和亲戚队 就是采用公开突然的检查 还有暗中查访 两种方式对于苏维埃的政府政策 和包括贯彻情况进行检查 特别是对官僚主义 还有包括腐败 贪污这些现象 都进行公开的检查 第三个办法是设立工工检查的通信员 只要事实 也不管这个写这儿写的有多长 也不需要长篇大论 也不需要通顺 只要把这个事实说清楚 再有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 设立了很多的控告箱 这控告箱是何书恒设计的 那么何书恒设计的控告箱 在反贪污浪费的运动中 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说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在2009年6月22号 我们全国的检查机关 统一开通了一个举报电话 12309 还有开通了网上的举报网站 可以说就是当年何书恒 他造的控告箱的一种 现代化的新方式 是当年控告箱的一种升级版 根据沈耀的记载 在中央初期反腐败斗争 总共乘处了贪污分子和官僚主义 42人 其中厅长1人 局长3人 处长是6人 送交了法庭 判决了有29人 这样的话就有力的打击了 经济的犯罪活动 使得贪污腐败分子和贪污荡费行为 就像过节的老鼠一样 虽然政府发动群众现在大规模的 反弹检举运动 对于贪官污吏是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办措施 苏区的司法人员是惩恶扬善 不计报酬 他们甘当公仆 自带甘粮 日酌草鞋和夜打登龙的这种司法工作方式 未然成风 我们当时制定的一些法律规章 在今天看来有很多也不过时 还有我们当时一些宝贵的做法 比如说依靠人民群众 一起来监督 其中发挥了什么清骑兵的作用 举报箱的作用 媒体监督的作用 这些好的做法仍然也不过时 还会给我们未来的反腐仓恋 以新的见解和灵感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他们被称为最廉洁的军队 手握红军财政大权 他却总带着一副断腿的眼睛 掌管大量物资 自己却冻死在风雪之中 故事里军需处长的原型又是谁 指导员夺吃了一把青柯粉 师长下了一栋管子 为何会丢掉官职 在下期节目里 国防大学副教授刘博 将为您讲述最连接的军队 人家国防大学副敞